这里的三路四宝 管这里的三路四宝 哎哎哎哎 别走 泽里泽里泽里 来来来过来 怎么的呢 什么怎么的呢 大美啊 这辈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呀 你跟人家小万说 我让你在这晒辈子呀 没有啊 哥不是啊 你离我远点行不 行行 不是 是你跟我说的 赵刚才让你在这晒的 你俩都说不清的关系了吗 我说啥你都信呢 我不应该信吗 实话告诉你吧 连我自己都不信 妹妹 我今天跟你交个底哈 我这个人你要了解 我平时白天一般说什么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白天的世界也太复杂了 大美啊 你没事 你就别闹他了行不行啊 人家好不容易大白天出来一次 你再把他闹晕了 行了 赶紧去 都把被子拿走 送到西广场去 快走吧 我拿不动了 我也拿不动 什么拿不动 你俩怎么拿了呢 单程可以 往返费劲 行 来来来 把被子给我 我给你送过去 好吧 大美姐呀 你看看 这钢子哥心里还是有你呀 拿被子都先拿我的 让你的被子在那多放一会儿 好多晒一会儿啊 哎呀 怎么办呢 能不能不挑事啊 说什么呢 来 大美 把你被子拿来 我给他放底下 一起带过去 啥意思 把我被子放底下 就是垫被子呗 一会儿到地方 先把我被子搁地下 什么意思赵刚子 你怎么判变得这么快呀 不就他卖你物地 给打一八折吗 真有意思 我告诉你赵刚子 在你去那边之前 这段时间干了还得处呢 你想好了 处不好 我容易提前给你送过去 那是就打个八折吗 我还送我刚子哥 一套苍松最百呢 苍松最百算啥 赵刚子 我再送一套菊花台 哥 看你走你的 到那边有我呢 我接你 行 去什么去 我去你俩的吧 我 那什么玩意 那两床被子 就把我弄走了 是不是 不惦记把我活了 是吧 我看出来了 这不是两床被子的事 这是我这被子 和下被子的事 来来来 你把被子给我拿过来 哎呦我的妈呀 来 这个也给我 这个我不管 你拿着 看见没 现在你俩啊 一边一个 而且高级都一样 平倍了 没事了吧 没事你俩走吧 过去等着我 我给你拿过去 行 东光场街 西光场街 你活儿再找你算账 不够意思 哎呦 小帅哥 你来了 赵经理 班主任 哎呦你去干嘛呢 哎呀不是 这不是今天好不容易晴天了吗 好多人在这晾被子 我说这不让晾 都给他们送到西广场去 不用送了 我今天过来就特意告诉你这事 啊怎么呢 这不之前咱们东广场不让晾被子啊 是怕影响了业主健身 对 之前一直阴天 今天好不容易放晴了 好多业主都想出来晒晒被 西广场晒不下了 然后我跟田径礼一商量啊 就同意大家 今天在东广场晒被 哎呀 哎呀关主任 这个绝境太英明了 我代表所有业主 谢谢您 哎不客气不客气 咱是一家人 好好好 叔叔你工作辛苦了 你吃个汉堡吧 呦还想着叔叔呢呀 你吃的啥汉堡啊 很多鸡的香辣鸡腿吧 我很好吃的 我爱吃这个肯德鸡啊 叔叔不吃了 叔叔上班不能吃东西 你吃吧啊 那好 回头我再请你 回头还请我 你有钱吗 我妈妈有钱 我跟你说啊 孩子 你妈有钱是你妈的钱 你呢得好好学习 以后努力 等你挣了钱以后 给你妈妈买好吃的 好不好 好 那等我长大了以后 挣了钱 请你吃多多的汉堡 哎呀 哎呀 你说 你长大了还要请我吃 你哪年请我吃啊 呃 四十年之后吧 应该 四十年之后 我今天算 我今天算 我七十三八十四 我争取在坎之前能挺住 小家伙 有点长了 去玩去吧 妈妈那边惹滑梯 我要去玩 去吧 那走吧 那你跟小刚哥叔叔拜拜 刚哥叔叔拜拜 拜拜 你忙着啊 再见 真可爱啊 赵刚啊 呀 媳妇 你咋来了 干啥的你 我这样 我帮那个金大美啊 还有那个卖木鸡的小万子 把这被子给送到西广场去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回来帮我晒被子 对 你说你工作忙 对不 是啊 啊 我知道了 你这工作是帮着别人家的女人晒被子 把自己家的女人晒一边对不 我的妈呀 哎呀 媳妇 咋的还生气了 咋的呀 你说咋的呀 媳妇没吃过我醋 这家伙吃一次可不容易 我看看 你看你 你看看你干啥呀 你吃啥醋啊 哎哎 你又不是不知道 在我心里边只有你 我已经把你 都装在我心里了 你看看你 是不是啊 你放心吧 装的满满的 已经没有别人的地方了 这点我倒是满自信的 走吧 西广场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